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费体联博网财经关键晚报 现在进行的是股市达人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Amy 欢迎我身边这位是 最能掌握股市精品股的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郑老师昨天才预告 今天马上来验证 果然大盘个股 在今天都止跌回稳了 目前大盘是开高走高的 现在已经来到最高 是22,775点 个股几乎都是涨的 再来赶紧跟上 郑老师的投资节奏 把握赚钱的机会 郑老师的LINE赶紧先加起来 ID是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英文字母的S168178 再说一次哦 小老鼠S168178 好 节目马上开始 赶紧来请教我们的 故事答案 郑瑞宗老师 那么最近 这个台股上下 那个幅度都很大 上冲下写了 动不动就四五百点 五六百点 对 那昨天才最多盘中 最多盘中跌了700多点 那收盘跌了612点 看起来一副快要震亡的样子 然后从最高打下来 跌了两百多点 对 但是我昨天就告诉你说 几乎都快到季线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过紧张 没错 因为在一个多头架构里面 其实季线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强力的支撑 了解 这条季线在今年一月份 曾经点到 点破一两天 然后之后一路涨到 现在七月多 这中间的过程 季线可以说连点都没有点到过 嗯 那昨天呢 最低来到二二一三零 是 昨天的季线假设 以六十天是二二一三九 嗯 那几乎就是差不多点到 季线的位置 那稍微点到 你看马上就 今天就做一个反弹 嗯 然后今天目前我们录音的时间 水平二十分 指数大涨了五百二十点 对 虽然说还没 还没把昨天跌了六百多点 全部涨回来 嗯 但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啦 是 差不多啊啦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季线 我就说它在两万两千点 这附近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支撑啦 嗯 那我个人是惯用大概六十六天的均线喔 是 大概季线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两万两千点喔 嗯 嗯 那目前看起来就说 嗯 这个两万两千点这个基线这个位置要跌破的几率应该是不大 是 然后美股还是最主要的因素啦 嗯 因为上礼拜就是先是川普遇到枪击的袭击嘛 嗯 然后大难不死 大家就认为叫做天选之人 嗯 对 所以呢 大家就开始在推估就是说 哇那这个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嗯 可能那个关税大战要再来 可能对中国的关税 他就自己在讲说要拉高到六十趴嘛 嗯 然后又在一个访谈的这个节目当中 我就大放厥词就是说 他不晓得为什么要保护台湾 是 但是在前一次的谈话 他就说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他要直接用飞弹射北京 嗯 就就他前面跟后面他常常都是矛盾的 嗯 所以你要把他的话很认真去听 那你就输了 是 因为他其实口没遮然就随便乱讲 所以不能跟他认真 认真就输了 因为他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是颠倒的东西嘛 嗯 那在想到哪讲到哪 那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这个狂人嘛 嗯 所以就是 当然也造成就说这两天台湾一下子就跌两天多点嘛 对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说这种政治面的干扰 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啦 嗯 而且 最近的美国新的事件就昨天拜登突然间又重磅 新闻说宣布要退选嘛 对 那目前看起来台湾应该是副总统贺锦丽 嗯 有机会接棒 当然他还要经过一个民主党的党内的一个 这个初选的一个程序哦 重新再初选一次哦 是 但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应该没有什么竞争者啦 目前看起来啦 嗯 好 那民调的部分我看最新的民调显示说好像只差川普大概一趴 所以其实好像川普也没有吻赢 所以呢 所谓的川普投顾的效应呢 看起来就是说好像这个昨天就渐渐淡去了 嗯 反倒是拜登一宣布退学 昨天美股就反弹 FA1涨了4% 对 所以市场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强度啦 嗯 那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指数是因为他昨天是打到大概基线附近嘛 嗯 那这个基线支撑是绝对是有效的 是 所以今天马上就做了一个反弹反弹500多点 嗯 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说以今天来说预估量大概不到4000亿 想要量并不算大 嗯 所以代表买盘还是比较偏向观望 跟之前涨到2万4000多点的时候 嗯 哦 是比较观望一点 懂 所以短线V转的机会并不高 是 因为美国正进入到一个政治面的 呃一些变数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点 嗯 不确定因素增加 对不确定因素就开始增加 然后9月份可能会降息 嗯 好 但是呢 呃 也因为不确定因素增加 所以美国会不会跟台湾一样 就是说选前反而选举行情会走得更强 嗯 这也不好说 再来就说呃美股也要开始公布财报了嘛 哦 所以昨天NVIDIA股价也大涨 对哦 大预期财报还是非常的好 嗯 哦 那台湾也陆续要公布财报半年报嘛 嗯 所以我相信就说这一边再来就说呃指数V转的机会不大 但是再跌去跌破机械人几率我认为很小很小 嗯 所以这边大概就会开始做一个合理的反弹 是 但是指数空间我们不抓太高 嗯 可能要很快过高几率暂时不高 那暂时就是以一个呃财报的反应哦 是哦 那所以再来就说呃财报好的 嗯 或者第三季下半年展望会非常强的 嗯 那数字强有利多的会成长的股价就有机会大涨 是 所以他又回归到指数开始做一个比较区间整理 嗯 的几率比较高 但是个股会有题材的表现 嗯 所以重要型股我相信还是在还是盘面中的一个重点 好 好 那所以最近帮大家呃这个掌握的一些重要型股哦 比如说6829的千负精密 是 那今天盘中最高来到136块半 嗯 比涨得一满就差一块钱 对 就涨了9.2% 嗯 那之前呢他又配了3块钱嘛 嗯 我们的会员都有参与这个配息 是 所以总共就最高来到139块半 还原回去的话 是创了波段新高 不管有没有还原136.5或者还原回去139.5都是 嗯 创下波段新高 是 那我们买在大概125 我到今天还原回去139.5就是赚大概14.5元 嗯 我这样也这样也十几%去了 是 那十几%会觉得说哎呀还没有很多啊 对啊 但是为你去看看最近是跌2200点呢 对啊 嗯 啊你可以赚十一拍你很厉害 是没错 所以大家还是要这样子就是要客观的看 嗯 所以就是说大盘大跌 但他可以先创新高 是 而且他拉回一天就转强 嗯 这种就是真正强势股 那主要还是在于就是说 前面他五个月没有涨 是 整理五个月才刚刚上来 嗯 跟有一些股票是涨到外太空涨到月亮 涨到土星从到木星去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是五个月都没有涨才刚刚上来 是 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 嗯 然后这一次我们是确认他拿到欧美一线大厂 半导体的大厂 50亿两年的代工订单 是 那我说这是一个超级大订单 嗯 因为去年才13亿多啊 嗯 今年给你算14亿15亿好了 对 两年50亿一年都25亿这是超级大不完 嗯 那这个是其中之一啦 是 那另外就说最近军工股其实表现也不错 嗯 就是因为川普可能胜选几率就拉高嘛 嗯 那川普阵营的呃我忘了是哪一哪一号人物他就有提到 就是说他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要占GDP的5%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这几年台湾的这个国防预算呢 大概每年是从大概2%调高到大概2.5% 如果要占到5%的话 嗯 就是要再翻一倍 是 所以美国就是说他觉得台湾很重要 又是半导体的这个先制成的一个生产的重镇嘛 嗯 所以一定要保护台湾 但是同时他也希望你自己要拉高 国防预算嘛 嗯 那还要再拉高一倍的话 所以你看这个军工股其实这几天表现就都还不错 嗯 我大家认为就是说哇 这个预算可能增加业绩又要成长 是 那这个6829的签附精密就除了半导体设备之外 他也有做航太的一些军工方面的一个产品 嗯 所以等于是两个题材啊 是 所以这个五价已经就非常强势 嗯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哎 航情大跌 结果我们买125到今天来到139.5元 还原权势的高点也是大赚 对 赚钱 对所以说就是还是要坚持买这种这种数字对的 最强的 趋势对的 金平股啦 是 那 呃 航情不好的时候就忍耐一下 嗯 那我我常在讲就是说当你看到行情直稳的时候不要说V转啦 是 不跌开始反弹的时候 对 我们跟大家讲的一些这个强势的金平股很快就会冲上去 对真的 所以你看今天签附金平其实就已经创新高了 对 有 所以昨天我就说你等着看 是 今天你就看到了第一档 马上验证了 第二档是8050的安国 是8054 对早上也是亮灯涨气 对 来到184块半 嗯 虽然说还没过高 是 但我想如果说维持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 明天应该就过高了 嗯 高点是在 我看一下是 四天前的 三天前的高点是190 嗯 那今天已经反弹回184.5元 昨天低点是160块半哦 是 你看昨天如果卖在160块半 今天来到184块半 今天会垂心肝 真的 真的会去想要去撞墙 嗯 就是说 因为他的后面的趋势是明确的 对 他跨入IP领域哦 嗯 那买下新核半导体哦 嗯 一来从新核半导体就承接很多ASIC的案子 是 后面陆续当然也也开了很多新的案子 嗯 那目前据我了解就是说 美系客户一个大客户的AI加速系的新的案子 嗯 大概7月份就要入账 是 那当然入账有时候就说 这些IP公司呢 他是可以就是说 哎 我要分批入账啊 他是可以调整的 嗯 这个月入多少 那个月入多少 他可以平均调整一下 嗯 所以我们很难去 呃 推估就是说 那单元营收会跳到多少 但是 呃 以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那7月营收的路障 营收应该会跳不少 是 那甚至挑战历史新高机会是有的 嗯 那更重要的是就是说不只是单月好啦 嗯 那他会正式进入到一个ASIC业务的成长阶段 就说这个ASIC一个转型哦 嗯 从下半年开始就开花结果 嗯 所以再来的营收可能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那单月的获利单季获利就会开始水涨转高 嗯 那股价又从224的前面的高点打回来整理已经长到半年 是 所以这个是不是又很像千富金蜜 前面整理五个月嘛 对 那安国更惨整理半年六个月 嗯 那整理更久 对这个就是他最大的利多 啊 因为这六个月的期间很多股票已经涨到天边去了嘛 嗯 就像我说涨到月亮 涨到火星 涨到土星木星去了 嗯 但是像这样的股票其实他过去六个月没有什么涨到 嗯 所以相对来说他就安全 对就要还他公道了 那当利多来的时候呢 当然股价就来一波新的一个涨势 所以我相信这一波挑战那个24高点的机会是有的 嗯 那另外同集团的神盾呢 最近应该也会有这个新的IP投资案的一个利多 是 据了解可能也会有新的业绩的利多啦 不只投资人家也会有新的业绩的利多 嗯 那669的心底呢 也是ASIC的新的业务开始要入账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这整个神盾集团 你看这个神盾今天股价其实也很强势 对今天也蛮强势 也是涨了超过半根嘛 嗯 告诉你说IP股其实大概神盾集团这一波会是 零涨的指标 是 所以你看那个安国就涨停 所以没有唬烂大家嘛 嗯 今天马上都能验证的 这个都是正老师在市场很久 是 那当然我们很多好朋友也都在这个市场上的高手 嗯 大家都会互通有无 大家都会去了解说市场的动态 然后这些公司到底 最近有没有什么利多啊 有没有什么接单啊 嗯 有没有什么新的投资啊 那我们都会去掌握这些这些消息嘛 是就可以领先趋势 对那当然所以我们对于市场来说就是相对领先的 嗯 那另外一档经济科今天果然就说昨天是一度跌停嘛 对 今天早上还开低哦 嗯 一度是杀跌大概有七八% 就现在股价已经反涨六% 对 所以呢这个股价就已经涨了十几%上来了 是 那我还是讲就是说 呃因为七月份人家说应该是持续成长啊 嗯 X86处理器跟PCI1台两个案子都持续会有钱要进来 嗯 那这个这两天哦其实是特定筹码停损了 嗯 因为有一位这个市场比较知名的一个投资人哦 嗯 最近就是好像卖了这边跑去买这个波洛威之类的啦 是 这个所以啊所以造成股价短线比较大的波动 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基本面趋势啦 嗯 所以反而就是说人家杀低啊就被人家捡走了啊 所以今天一拉十几%上去就呈现呈现一个超级大红棒的一个转折点嘛 是 所以搞不好这边就开始要做一个V型反转了啦 嗯 好 所以这里这边就是持续的持股续报 是 暂时也不加嘛 好 那操作部分以神论集团为主 嗯 好 那AI相关的股票连接器的部分看好3689勇德跟8047的正林哦 是 在AI用的相关的连接器油会在第三季开始出货给广达啊 以及什么800G的产品勇德的部分会出货给智邦的部分嗯 两家公司营收都会开始重复进入到一个向上拉伸的旺季的阶段哦 嗯 那业绩都会越来越好 而且是技技强哦 嗯 那所以这边股价就是呃已经也打回来整理两三天了嘛 嗯 我相信这边可以留意转强的讯号低档都是可以做一个承接的 好 那3022的微强电最近股价也是创高稍微拉回今天整理大概第二天吧 前天创高昨天拉回嗯 今天就稍微做反弹 是 所以这个也是很强势的一个整理形态了 嗯 那主要是因为他最新接到H20的AI伺服器的订单嗯 第三季开始出 是 哦 那是啊 据我了解应该是有跟正威的这个算力中心应该有用他的产品 嗯 那第四季会持续放量明年还有B20的订单嗯 所以他正式从公共电脑跨入到AI的领域哦 嗯 那同时下半年是投票机的出货了忘记 今年估计会7到8块明年乐观15到16块 那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公共电脑以前本益比低嘛 嗯 就给你10到12倍嘛 是 那这个AI的本益比高嘛 20倍起跳嘛 嗯 560倍的也大有人在嘛 嗯 所以光是10到12倍到20倍就是一倍嘛 嗯 那问题是明年获利成长一倍啊 如果本益比也成长一倍的话那是几倍 22得四那你要涨400% 嗯 那我们不敢讲就是目标那么遥远啊 嗯 我相信你这样的一个数字哦 未来如果说本益比调升到20倍的话 嗯 我相信股价是真的是具备翻倍的空间 是 所以这个是在呃 呃 302的威强电的部分 嗯 然后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GB200 对 好的 AI伺服器原本大家就是期待说9月份要拉火嘛 是 那最近是先传出发烫的问题 嗯 那昨天又这个新闻又在报说有漏水的问题 嗯 那我也蛮深入去跟我材质界的朋友了解一下 就是说漏水是谁漏水 嗯 没有人要承认 就大家都因为怕赔钱嘛 嗯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说是谁的产品漏水 嗯 但这个漏水问题就是说他必须要解决 嗯 那发烫的问题是更是难解决 因为呢 这个B架构的这个这个这个GB200伺服器呢 据说测试之下只要到1万小时 嗯 就会出现连续发烫的问题 那这个温度降不下来 嗯 所以现阶段看起来还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嗯 所以NVIDIA应该会先把B架构的以A架构做取代 那我昨天跟前天我都有解释说B架构就是一个CPU搭配两个GPU 对 所以效能比较强 是 但也比较烫 嗯 那A架构呢是一个GPU搭配一个CPU 嗯 效能比较没有那么强 是 当然他也就没有过热的问题 嗯 B架构以鸿海为主 A架构以广达为主 嗯 所以当B架构它有问题的时候转到A架构 那就是鸿海它可能第四季的大成长会落空 嗯 那人家还有瓶盖股的部分 对 但是这一块可能成长会落空 嗯 那双红其红这一块的成长也会落空 是 A架构以广达为主 散热的配合是6125的广运 6125它就受惠了 对 所以广运就受惠 嗯 所以这两天呢 啊 股价是相对抗跌 是 当然说今天是双红其红是跌升做反弹 嗯 广运今天反而没有表现哦 是 但是我相信后面这个基础面一定会做一个发酵 嗯 因为广运的水冷模组目前的测试是他没有发酵的问题 嗯 哦 那7月份营收哦 估计就会先增100% 是 那后面随着订单从B架构转来A架构 转来广达这一边 那广运同步的受惠哦 嗯 哦 那业绩会一路的向上走 是 哦 所以我相信这一波它其实是有条件挑战前面140的那个高点哦 嗯 它会是GV200发烫问题之下的一个主要的受惠股 是 哦 所以你不要看说前两天比较强势今天就没有什么涨 那是因为人家前两天跌比较多嘛 对 所以今天在反弹的过程强势股就稍微先的停一下 嗯 哦 那那一些其实后面基本面有些疑虑的公司可能谈一下就会很快就会停住了 嗯 那这个股价就会转强 嗯 所以这个是稍微有回档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留意的 是 对 那当然就是说GV200的B架构它出包的过程哦 嗯 受惠的一定不会是只有广达 嗯 或者是广运 是 那另外还有一档三XXX 哦 它也同步受惠 隐藏的受惠股来了 那七月营收也乐观成长 是 转单效应我相信后面会持续的加温 嗯 那会有酝酿一波跟广运一样的喷心高的行情 是 这会是这几天哦 像是在签付机密安国广运之后的最新的一个布局的重点 马上要来布局的标股 你也想跟上来吗 老师今天怎么跟上来 今天你可以在我们的广播后来电或者在我们的LINE的官方账号留言 6829 6829 先付机密的代码 代码 是 加上你的电话 留言的前50名哦 我带你优先卡位最新GB200的转单受惠股 想要争取这50个名额先来卡位GB200转单的受惠股 记得留下通关密语6829 打电话最快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谢谢米达 拜拜 听众朋友 郑瑞宗老师不只是股市达人 还是神之嘴 有够准的 昨天才说今天的大盘个股都会止跌回稳 果然验证了 接下来呢 标股要更好咯 因为郑瑞宗老师又预告了 有一档三叉叉叉 这一支是GB200的转单受惠股 想要优先卡位的 今天节目中给50个名额 在郑老师的LINE留言6829 或是直接拨电话进来 50个名额 你可以先来卡位GB200转单的受惠股 先赚这一档 郑老师的LINEID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在LINE里面留言6829 可以先来卡位 GB200的转单受惠股 打电话进来也可以 照电话进来的顺序 50个名额 022362-8000 022362-8000 通关密语6829 投资方法这么多 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股市达人 郑瑞宗分析师 深入产业掌握第一手资料 结合国际经济动态 跨市场分析 带你布局投资下一步 小钱赚大钱 拨打022362-8000 022362-8000 脱胎换股就趁现在 大华国际102年 金管投雇新字第005号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货问股份有限公司 财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